而爆出桃色纠纷的旅美投手王健民 这样还传出遭到勒索 模仿节目搞笑的还原现场 质疑王健民是不是遭到陷害 还比喻王健民最擅长的深卡球 在小三跟妻子之间完美的演出双沙打 旅美投手王健民精传绯闻 还传出遭到勒索 模仿节目搞笑还原现场 你看米娅的后面的后脑勺 好像有灰尘把它剥一下 不不不 你要用这只右手去剥 右手 这样剥对 这样吗 对对对 这样很好 好好好 剥掉了 没你的事 你家是不是还有煮汤啊 赶快回家看一下 好 拜拜 你看这照片拍得怎么样 还很不错 好像还接吻 很帅 不错对不对 对啊 你三十万 蛤 你不给我三十万 你公布在报纸上啊 爆料 可是我赚三千块 怎么办 三千块 三十万 你一样意思啊 不是不是 好 王建民这次是不是投了四坏球 妻子最后决定原谅 两区专家用棒球球路搞笑比喻 什么 王建民你最擅长的什么球路 就是深卡球 你才是 这个小三 在旁边 婚外情的这个家伙 外遇的对象 他就属于深卡球的 因为深卡球一投出去 打出去滚地球 传二壘 再传一壘 Double play 王建民惊爆绯闻 甚至还传出阴谋论 但是我们也要合理的怀疑 有没有可能是 最近小马哥的新闻被我们写得太重 油价涨价涨成这么多 油价 油电双涨 是是是 这种总府方面为了要转移桥点 所以把这个新闻爆料出来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王建民幸好男人形象受损 请来前教练评论 却有不同见解 台湾之光蒙凶 模仿节目轻松调侃 纯粹火锅叫 他拖了球路 是 只是